北京时间11月6月凌晨,2018斯诺克冠中观景标赛继续进行,在第一小组决赛中,丁俊辉对阵威眠冠军莫菲,丁俊辉开局一度3比2领先后状态卸入低迷。 随后莫菲完成两杆破百连胜4局,6比3淘汰丁俊辉率先挺进4强,丁俊辉最近一个赛季尽管没有冠军入战,但凭借积分排名,还是获得了观众观参赛席位。 在第一小组早前进行的霸决赛中,丁俊辉打出单杆破百四,比2战胜单局赛冠军桥之物。 在小组决赛中丁俊辉的对手是威脸冠军莫菲,后者近期状态同样低迷。 小组四强则是击败吉尼罗伯逊,两人此前有过21次交手,莫菲13胜8负占据优势,最近4次交手莫菲保持全胜。 首局比赛中,莫菲率先找到进攻手感,丁俊辉安全球留下长台机会,莫菲经转远开打进后上手。 随后单杆79分拿下这局1比0领先,第二局中丁俊辉也大进一赶长台,但随后打篮球K球队将红球撞摔弹,此后莫菲抓住机会上手单杆把使家战胜一局2比0领先。 第三局中,丁俊辉母球成比防守失误直接露底带,莫菲再度轻松上手,但是杆没能打到超分,也得37分后顶带进攻失误。 丁俊辉上手连了38分后同样失误,莫菲随后在这局建立起53比38的领先,但随后进攻黑球母球摔带8分,此后莫菲又打丢黄球进攻,丁俊辉招住机会上手超分拿下这局,总分1比2落后,第四局中,丁俊辉上手拿下26分后打丢本球,此后两人陷入长时间缠斗,丁俊辉常台打进顶带。 丁俊辉在红球再度上手为球,打到篮球后,56比35超分领先,莫菲随后再尝试做次诺克追分,丁俊辉拼进篮球和粉球拿下这局,比分来到了2比2平,15分钟局进休息后,第五局中莫菲听底带失误,丁俊辉打进红球后中带黄球不进, 随后莫菲上手建立起38比1的领先,缠斗中丁俊辉一度连得43分反抽,此后莫菲成台上手后,60比44领先,黄球中夺上丁俊辉母球接黑球,打出精彩的斯诺克,莫菲解球失误直接露顶带,丁俊辉上手打到粉球拿下这局,总分3比2反抽。 第六局中莫菲安全球失误录底带,丁俊辉拉下6分后,母球走位碰到黄球进攻中段,随后斗防守红球队被全部打散,丁俊辉随后露出中带机会,莫菲上手展现超强的围球功力,单杆破百拿下这局3到3平。 第七局莫菲继续保持出色状态,长台拼近后上手连续得分,一赶超分至少赞胜一局,4-3半超比分。 第八局中莫菲失误录中带机会,丁俊辉随后两度上手连着18分后,打丢底败简单红球,莫菲抓住机会上手追分,单杆再度打出破百后送分5比3率先来到赛点。 第九局比赛中,莫菲几球是无法分随后留下机会,丁俊辉上手连得62分即将超分至近顶带绿球,没能打进。 随后莫菲上手开始追分,单杆65分后打丢最后黑球,丁俊辉也没能抓住机会,莫菲随后打进黑球逆转拿下这局,最终丁俊辉3-6不敌莫菲,无缘本界冠中冠四强,狂野之城。